直线7秒考验骑士稳定的行驶能力 是机车入考的大魔王 由于去年机车死亡事故人数高达1886人 占交通死亡事故比例超过六成 为了降低交通事故 公路局宣布考生在入考之前 鄙视这关即将新增提醒 点进去机车鄙视考题6月5号开始 除了图片的情地题之外 将是新增危险感知的影片考题 以机车骑士当作第一人称视角 当左侧车辆显示方向灯变换车道时 机车应该怎么做比较安全 像这样子的危险感知影片题 一共109题纳入题库 6月5号开始机车比试维持50题不变 但10题情境图片题将改为5题情境 加上5题危险感知影片题 让考生提前模拟真实上路情形 很有帮助 先知道一些驾驶的状况 就实际的状况 人身安全的话 我觉得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越谨慎 越谨慎越好 如果影片当中可以有 类似这样的提醒的话 我觉得对上路考来说 会比较有实际参考价值 机车驾照考生可上公路局网站 下载危险感知影片试题练习 而且在预约考照前 人必须完成机车危险感知 教育平台体验双双把关 这个部分就是让我们 参加比试的考生 能够实际了解 我们道路上的哪一些危险 危险方案 将109题的危险感知的影片 入在我们的考试题中 有五题的一个选择题 目前都已经建设完成 在做系统的校正跟验证中 目前离政策上路 还有一个半月时间 是否能有效降低事故发生 有待时间证明 评论新闻才有起胡崇恩 台北报导